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现场除了有我标明之外呢 也有两位非常有活力很年轻的朋友们 他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两位大学生 刘凯义和黄文明 煮起来就叫做肉骨茶 你们到台湾去的时候 你们称自己肉骨茶还是巴骨茶 巴骨茶 对不起 那麦没看到 请说巴骨茶 他们也很熟悉吧 他们都知道 当他们听到巴骨茶的时候 他们都会问是马来西亚来的吗 一听就知道是马来西亚来的 很有本地特色 他们没有问是新加坡来的吗 新加坡 没有啊 这个蛮争议的这个题 那么成功了 如果他们问的是马来西亚来的吗 看还是马来西亚人的 OK 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贴切 只是我本身有一些混淆 因为我一开始在Facebook接触到你们的时候 你们就邀请我进fanpage 我就去join 因为看到肉骨茶 我本身有做一个节目叫做B卡大排档 我就以为它是跟饮食有关的 进去之后 没有关系多 一直叫我投票投票我 这是什么来的 这搞不清楚 一直到最近在接触 而且看到了上个星期的报章才知道 你们是参加一个台湾的百万旅游大奖 世界最棒的旅游 对 那么之前也说到澳洲有办一个世界最棒的工作 对 跟旅游有关系 于是台湾也办了这个东西 很多人参加 那么你们的入围作品呢 是一个四天三夜的台湾旅游行程的策划 是 而且你们已经去完成这一个四天三夜的行程了 对 所以说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行程 呃 ok 好我来说吧 我们的行程就蛮B卡啦 其实 我们是会以原住民的文化的那个 作为我们的主题 原住民在台湾也算是个非主流的一个景点 也蛮B卡的 嗯 然后我们就会从一开始我们就想到 因为我们看到一般的旅游会议 吃喝玩乐啊 就游散玩水啊 我们就想一些比较新的点子 就是原住民文化 然后我们就会从原住民的历史 到原住民的现代 然后到原住民跟大城市的一个差别 嗯 来完成我们的一个形成的计划 那么那个时候你们是选择到了东南亚第一段亚 呃 东北亚 东北亚 对 不是东南亚哦 OK 好 为什么会选择那个地方 而且看起来是非常危险的 我从照片看到哦 我是有居高症的 OK 诶 我望下去哦 我会觉得 好恐怖哦 是一个断崖 对 那来形容一下 为什么会选择那个地方 还有你们去的时候 那个心情跟感受 你要怎样说呢 哈哈 其实那个地方呢 如果要再说是被骗取的 蛤 哈哈 不是你们策划的吗 没有啦 其实就是我们策划的 我们就打算要到太鲁阁 然后探讨那边太鲁阁族 就台湾有一个原住民族 少数民族 对 叫做太鲁阁族 就在那个太鲁阁国家公园那边 然后我们就网上找到了这一位导游 其实他还蛮有名的 然后他就介绍我们这个 坠陆古道 坠陆古道 对 叫做坠陆古道的地方 然后它是大概3.2公里的一个古道 然后含有大概600米的断崖 那个途径 600米断崖 你看我的肌皮疙瘩站起来了 对 因为我看到那个景色就很恐怖 要说一说 这古道不是我们一般上 这算金马轮可以开车去的 这是人行走 而且只是一个人可以走的小径 对 旁边左侧就是高崖 右边就是断崖 这一望下去就是没有底的一个深渊 好恐怖 就大概 如果是我走的话 就一个半 一个半我的那个宽度 一个半你的宽度 对 凯翼就大概三个 大概一米宽左右 一米半的宽度 所以你们是一前以后在行走的 对对对对 不能并 不能并行 不能并行 对 因为并行的话 除非是两个凯翼啦 可是如果万一那个时候有一个争执的话 一推 就完了 就真的变 变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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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去之前知道它是这么危险的吗 呃 也不知道啦 就为什么明天说我们是被骗去的 哈哈 没有啦 你们是上到去才知道它的危险度 我们懂它是个断崖 可是我们不懂那个 古道 会这样 驚险 对 不是危险 是驚险 而且是有一个故事哦 是有关于一个女人的 一个妇人的 是 去到的时候 因为 来说一说你们听到导游所说的 而且你们还觉得那个妇人好像 没什么顾忌 那个故事是有关那个 就是还没有到那个断崖道之前 有一个地方叫做离原坡 就是离开了离 缘分的缘 就它离原坡 类似离婚的意思啦 就以前日本它占领台湾的时候 就它有 呃 要进住在那个泰鲁哥那个断崖那边 可是一个年轻的军官就刚刚结婚了 然后带他的老婆就一起上到那个 呃 就走这个国家公园 对 可是走一半他老婆就 就讲 算了太累了 对 我们离婚吧 因为这样子离婚 对 因为走到太累了 而且那个海拔也蛮高了 所以就两个夫妻就这样子就散了 就是说那条 进到真的是很辛苦的一条路 对 蛮辛苦的 竟然会搞到一个妇人因此而放弃婚姻 所以就到离原坡了 对 一个蛮伤感的故事 可是那个时候你们觉得很不屑对不对 哈哈哈哈 这个女人没用 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可能以前比较辛苦 诶你要想想啊 日本人还要穿和服这样子 咯咯咯咯咯咯咯 然后要走在那一边 应该是蛮辛苦的 对啊 结果你们就尝到那个苦头了 对 其实也是蛮感恩啊 因为之前那个道路是没有的 他是以前那个原住民的祖先 就是太鲁哥祖的祖先 就用手用斧头慢慢的挖出来的 所以整条路是用手做的 对 他是没有用机器的 对 他就吊着那个悬崖那边慢慢的啄出来 啄出来啊 对 所以这变成他的这个文化价值很高 对 人文价值很高 人文价值很高 所以你们去的时候呢 就体现了台湾的人文价值在当中 对啊 尤其是那个太鲁哥祖就 就进一步的认识他们 你们在上面的时候 在走那一条道的时候 在走那一条道的时候 有没有差一点掉下去 哈哈哈哈 就有 我就有接到 就是情况是这样子啊 就在走着那个断崖的时候 就突然间电话响 蛤 蛤 蛤不错哦 台湾的这个电讯工资 还非常强哦 对 断崖还可以接到电话 就当地的就有一个媒体 他们就打算联络我们 要做一个访问这样子 我还以为你女朋友 喂 他们以为我来吃饭呗 不是啦 ok 当地媒体要访问你们 啊对 所以就 那时候还在断崖的那个部分 然后我就真的很不敢接 所以我就啊 干脆就 你怕什么 你怕那个电话掉下去 哈哈哈哈 我是 比较怕人会掉下去 哈哈哈哈 所以当时候就没有接那个电话 啊对 当时候没有接 然后就到了一个 其实他还有蛮多 就有几个休息站这样子 到最后的时候 就到那个休息站的时候 就 走那个悬崖 走那个断崖路 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看你的胆量 跟体力 哈哈哈 你们呢 两个大好年轻人 大概 其实我们走整个过程 大概 五个小时到六个小时左右 对 五个小时也不容易 上山到下山 就来回 来回 六个小时左右 对 其实一般人走呢 大概三到四个小时就可以了 呃 只不过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的体力 是因为我们 就是为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对 我们的导游都非常的静泽 他走到一 一小不 一小不段呢 他都会解释 哦就好像李彦博的故事啊 他都会告诉我们 就这一段 哦这个断崖的这一部分 发生过什么事啊 嗯 他都非常的静泽的告诉我们 对 对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请 就是 他来为我们带 带领 那么 这位岛有个理由概念就是 一般尽量避免走马看话 嗯 对 所以你们也真正体验到 走这条路的那一种艰辛 还有 这个文化背景 人文背景 对 这些都体验到了 嗯 嗯 的 词